暑假已经结束,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也随时而来,同样的,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门口,来了一位美女明星来报道,牛仔短裤上配白色T恤打底,外大一身鸽子长衫,很清新同样的,也很普通,认识她的人都知道,她是宋祖儿,尽管穿着很是低调, 但眼尖的记者和网友们还是认出了她,容貌的出众在街边很快就就会被认出,更何况是美女呢,老的男生不想多看一眼,更何况人家还是明星呢,当天的宋祖儿心情极好,在报道的路人也是开朗大方,都和大家分享,自己对于新学期的期待,当然总有媒体记者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,新学期还是要精讯, 你准备好了吗?而她的回答则是,准备好防刹伤就对了,当然也有记者不罢休,全程跟拍,甚至还想去参观宋祖儿的宿舍,当被告知宿舍有宿管阿姨在不允许进入时,宋祖儿还给记者添了一招,你就说是我妈妈吧,这一番话,你们周围的记者和同学哈哈大笑, 据了解,宋祖儿今年也是以优异的成绩,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戏,从之前的考役当初,就备受关注,一个容颜这么美的女孩,虽然已经成名,心图无量,但还是想考进专业的学院来检修自己的技能,提高自己的学历,这样的美少女颜值高,还这么努力,免得网友则纷纷感慨, 都已经可以靠颜值吃饭了,还这么努力,她不红谁红,以上图片源自网络,如有,亲全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。